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 军事家 第六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叶飞同志的遗体 今天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请跟毛道 叶飞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1999年4月18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85岁 上午八时许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义